9月17、9月18两次规模超过6的强震之后 到现在大大小小雨震不断 让以往习惯地震的花莲人 这次似乎也被震怕了 入夜之后不少居民吓得是在屋外搭帐篷来夜宿 也有部落干脆就是在废弃校园空地 打地铺过夜要确保安全 918下午2点台东池上规模6.6的强烈地震之后 雨震不断甚至还有5级规模的雨震 至今将近200多次的大小雨震 让以往对地震早已习以为常的花莲人感到不寻常 入夜之后由于仍有雨震发生 居民不敢入屋 只好在外搭帐篷祈求一夜好眠 人家的波跳那个波浪很恐怖 所以今天我要睡外面我比较安心 没有办法因为不敢进去家里面 又还有一年再过一阵子吧 刚刚不是说花莲人都不怕地震吗 这次呢有怕吗 这次真的有吓到 这次的地震真的太恐怖了 来到全花莲最靠近车上正央的 坐机箱食品部落 为求安全许多民众干脆就选在 废弃校园的空地上打地铺过夜 希望能够平安度过强震之夜 有的在车上睡觉了 地震无意境的啊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其实很怕就是这样啊 叫这个地震真的 你一来的话我们就吓到了 终于走不动了 大家不是说花莲都不怕地震 都习惯了 你看那个桥就不动中掉 不是这一次真的太大了 今年全台发生规模6以上的强震 全都落在花东地区 也造成重大的灾害 让以往早就习惯台风多 地震多的花东地区居民 这一次似乎也真的被震怕了 记者是玉兰作息采访报道